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培立計畫第 3 期 數位音樂創作及數位女將配樂人才訓練班 訓練大會開始 我們先請長官復詞 請勞教中心的陳卷妮 陳主任復詞 謝謝 其實我上次來的時候我都說你們在練 其實我是最直接 包括你們幾點台練 我都很清楚 然後練什麼曲子 我都很清楚 這一班其實今天我先跟我們這些很多記者朋友 其實特地先來我們這一段 後面其實都還有行程要改 但是我們今天的節目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的培訓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這些媒體朋友對我們勞工局的運作非常熟悉 大概都了解說我們一般培訓的成果 似乎好像是否企業界或者直接進入一個職場工作 可是其實數位音樂的這個培訓來說 對我們整個勞工局的訓練體系來說 我們也是開闢另外一個軸線 希望這樣的一個軸線它不同於以往 而是以我們自己的潛能開發 職能開發為主軸 那在以後各自原本的試驗上或者工作上 多增加不同的技能 那這裡當然是101IQ 這裡其實好夥伴都在這邊 我想這一段時間大家接觸到 他們也有他們的本領 武功高強 那也有把他的武功傳給大家 那也希望說 這個培訓對大家來說是確確事實 而且是能夠深入在你們以後的應用場域裡面 那謝謝大家今天也終於結訓了 謝謝 王老師 好 這是我們的靈魂 我們 我們豐滿的靈魂 謝謝主任 真的覺得很感動 就是在接到 在接到這個case的時候 其實是8月份 然後8月份呢 跟主任這邊討論之後 跟莊課長 還有勞工局 勞教中心這邊裡面的很多的同仁 杜姐 那個婉容 還有那個張誠 很多人呢 我覺得勞教中心的那個 那個效率也是一級棒的 所以我們很快很快的 就把我們的招生的DM 甚至於招生的工作 全部都做起來 然後很快速的 就在10月底呢 把這些事情都搞定 11月我們就開始魔法訓練 那我們的課程排得非常的緊 11月我們是主於那個數位音樂創作的部分 然後12月呢 我們就進入了影像配樂 那原先我們的這個成果發表 就是其實是下個禮拜 我們打算是在那個DACAO數位內容中心呢 去做一個 有點甚至對內的 然後自己的親朋好友 但是後來那個陳主任說 不行 這個我們要分享給所有的這個市民朋友們 因此呢 我們下個禮拜 12月30號呢 禮拜一 在我們勞工教育中心外面的原型廣場 還會有一場這個Live的發表會 那我們今天這個媒體記者來呢 會看到我們其中兩個 今天早上彩排好的一個節目喔 事實上兩個月能做什麼呢 其實兩個非常短暫 以學校的那個教育來講只有半個學期 那在兩個月前呢 我們所有的人幾乎是彼此是不認識的 對 當然我會認識幾個 我有請我們這裡面有在YAMAHA任教的一些老師 他們來學習第二技能 因為YAMAHA現在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也學生變少了 那我們這邊也有一些碩士 就是影像的碩士 我們來自四面八方其實大家都不是 不是真的原本學音樂的 那我們怎麼樣在這兩個月裡面 讓大家呢 又會做數位音樂創作 又能夠做影像配樂 這個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可是我們做到了 真的 然後今天呢 就要解業了 有點依依不捨耶 好 然後我們的學員已經都很想說 老師那我們還有接下來 接下來接下來 我說接下來看政府有沒有錢 好 我覺得這是 我自己覺得是德政 因為然後下禮拜 我們要分享給四名朋友們 因為剛好禮拜一這裡有一個夜市 所以我們節目單已經 今天已經訂稿要送出去印 然後下個禮拜來聽完我們的表演 七點到九點 然後九點之後呢 行算生牙齊 所以我們的節目單以後 來去生牙齊 最後一個節目就Happy Ending 那我們這個數位音樂的 這個課程呢 結束我們很自然的行程 下個禮拜的那些節目 我們有Solo的演出 獨奏的 有人吹MIDI吹廣 我們的老師也是八八五一 我們坐在這裡 音控的老師 他也會吹那個 對 Tony老師 Tony老師來 掌聲鼓勵鼓勵 他非常的忙 因為他要照顧所有學員的 電腦的狀況 還有儲存所有的檔案 然後他要教影像配額 那我們另外一位老師是在 Luck老師 對 你看到他就知道他是 KuKu的老師 他又會唱歌 又會做音樂 然後又會企劃遊戲 所以呢 我們這三位老師 三個臭皮匠 贏過一個諸葛亮 可是我們也不是臭皮匠對不對 那我們三個諸葛亮 他贏過一個什麼 趕快幫忙想一下 好 OK 我贏過一個荒山亮 好 OK 那總而言之 今天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得很好 那同學們也真的是十八八五一 各位已經看到他們 他們除了在電腦裡面工作以外 他們也把自己平常有在練習的一些 電吉他電貝斯 鍵盤 還有密碟吹管 有的人會在唱歌 這個下禮拜會呈現 那我們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就很代表性的兩個節目 那我們首先第一個節目呢 是由這個黃韻征 我們這個最認真的一個黃韻征 他也是亞馬哈的老師 那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在這個變形金剛裡面呢 我們變形金剛都知道是電影嘛 他把聲音mute掉 然後用我們左膠的這種音效 所以等一下你會聽到那個 砰啊砰啊 機關槍啊什麼 那些所有的音效是他配的 影像我們是結片段 那我們等一下會播放那個影像 還有音效這是他做的 那他等一下也會擔任鍵盤的主要的演奏 那接下來我們的吉他Solo呢 是由林偉凡 林偉凡他來做電吉他Solo 然後另外一個刷Code是一個女生 林偉凡他會用電吉他來刷Code 然後另外一個胖胖的女生 就知道他要打Bass 蔡哲瑋 所以等一下我們先來欣賞這個 第一個節目就是變形金剛 他們有影像配樂 然後還有Live表演 請各位掌聲鼓勵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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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把它搶带在一起 我们是去练那个女人香 是属于那个 加上那个 那后来呢 还有旁白还有那个副本还有那个副本还有导演都是他们自己写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小心 高雄 第二样东西 創作的數位音樂書 享受在戰爭後被遺忘的美好 好冷啊 過了幾個星期 冬天悄悄的到了 天氣變得又陰又冷 一直下雨 就像現在這樣 數位魔法小鎮的居民 想著音樂創作和影像創作的事情 擔心即將到來的發表會 沒有像那個數位音樂 還影像創作 我們怎麼發表呢 雪莉擔心發表會的事情 到了早上七八點都還睡不著覺 又要忙著PO午餐的菜單給大家看 這時 她忽然聽見有人敲著她家的大門 她打開大門一看 發現油拆LOCK和數位魔法小鎮的居民 都擠在廣場 油拆LOCK把裝滿包裹的貨車 一輛輛開了進來 哇 這麼多 雪莉打開包裹一看 哇 有這麼多作品耶 哇 十二腳鎮作品 二十四小節作品 還有 五十二小節作品 電台廣播作品 還有還有 廣告配樂作品 還有嘞 還有數位相本音樂作品 數不完了 還有還有 音效故事作品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還有Obit音樂節奏作品 哇 真是太精彩了 好棒啊 哇 大家一起分享吧 耶 如果我可以親自擠一個包裹 送給局長 這個主意真不錯呀 哇 這主意真好 好 我來試試看喔 好 一個陽光灘烂的早晨 雪莉匆匆忙忙的 跑到伊德街 局長 有一個你的包裹 哦 我的包裹 哪裡來的啊 這裡 這不是 樹葉木花小鎮寄來的東西嗎 嗯 我趕快趕快看看 哇 哇 這麼多 欸 有一個雪莉寫給我的信呢 來看看寫了什麼 親愛的局長 希望這些 來自數位魔法小鎮的 數位音樂創作作品 和影像配樂作品 能夠讓高雄似的 日子變得更有光彩唷 愛你的雪莉 劉莉 來 各位伙伙伴起來 漂亮哦 太棒了 你弄得了 I love me I love you and me I love me I love you Sense free 怎麼樣 你們覺得怎麼樣 很棒對不對 我們上次看到的 凱奇包裹不是這樣啊 怎麼變成薛妍包裹變這樣 這樣會不會太狗腿啊 一下子狗腿Sherry 一下子狗腿局長 我先請教一下主任這樣會不會太狗腿 狗腿是我狗腿Sherry 然後又狗腿局長不會嗎不會 不會我們才做喔會了我就換人 好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太有創意了 知道嗎他們最後的那個跳舞 是要邀大家一起跳 他也要叫我跳的這也太小了 然後他們剛剛演的有點辛苦 是因為我們今天的 那個器材都不是正確的 因為他們到時候我們盡可能會給他們耳賣 所以他們就不用那麼忙 又要忙麥克風又要這樣子 所以下個禮拜的演出會更順 而且今天也還沒有那個服裝道具等等 對那這邊空間又很小 所以我們我們現在看起來 都已經很精彩了對不對 可是你們就知道下個禮拜一定會更精彩 所以下個禮拜你們都要到 一定要幫我們採訪 而且一定要幫我們宣揚出去 這樣子宣揚的就不是只有在夜市的草 也不是只有我們的新疆活的老子吃這輩子 就是真的宣揚出去給全高雄市 甚至於全國的 拜託你們喔 這是一定要的喔 我們沒有勾腿喔 好OK 那麼接下來我們好像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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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上課是不是 超贏的可以嗎 come on baby 超贏的 那好了啦 那個啦我們現在已經不叫青年賠禮 我們叫贏法老年 對啊老年也要賠禮一下嘛對不對 對啊 超讚的 那接下來我們 杜姐要繼續 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 接下來我們是頒發學員的解訓證書 有請陳雪寧主任來 來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齁 就是時間要濃縮 所以我們有 一共參訓有23位 中間你好不好 這邊包不到 那我們會請一位代表 黃映禎學員來代表 受你這個解訓書 因為今天局長有事情 所以特別請我研究金來頒發 那我想說 這也不管這一張紙 其實我同事應該把它框一框吧 還好今天局長沒來 不然局長一定開始念這一張了 因為局長會說 怎麼會把這一張品頒給人家 一定是要有框啊 沒關係 給你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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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一張其實很有意義 也很有價值 那恭喜大家 今天應該全部都結束了嗎 對沒有被門 沒有當調 沒有當調的齁 那就恭喜大家 謝謝 謝謝 那每一位都有啦 每一位都有啦 每一位都有啦 對對對 應徵表一下 因為應徵在這當中呢 也是 就是他教功課啦 什麼都很那個 那等一下我們還有那個記者要 單訪談嘛對不對 我們有三位 三位要接受訪談 可是他們跑去錄音耶 我真的是很抱歉 他們有四位 因為一直還要做他們的作品 所以有一位跑去錄音 那沒關係 你們可以訪問我 還是我已經講太多了 對 你們我如果後事沒交代清楚 你們就再繼續問我啦 那等一下 因為我要趕到南科去評審 對 所以我也不會太早 我就是不會留在套館 所以那但是 因為我們的行程走 對對對 誰想要做什麼 我剛剛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的編導是莊亞蘭 對 就是他那個幕後的黑手就對了 然後我們隔壁的竹軒呢 就是他所有的聽到的音樂 那個Sherry的包括音樂 都是他做的 對 他就用我們的這個數位 數位音樂的課程裡面 交的去做的 然後朱莉姐呢 他是做那個影像 欸 影像對嗎 影像 影像的部分 OK 不好意思 我已經搞到多婚了 然後佳欣是做音效的部分 然後 欸 我們這個 男主角 男主角 對對對 對 他們五個你看 他們坐在處邊隔壁 然後他們揪一揪 其實我們都沒有幫他們分組喔 我們喔 終於回來了 講話題 好 因為他們跑去錄音 他們跑回去錄音 因為這邊的環境有點吵雜 他們沒辦法很安心的錄對 所以我們下禮拜的節目真的是精彩客氣 那我們也要想一下 看那個記者朋友有沒有什麼疑問要發問的 除了要開那個老年賠利班以外 那個主任想一下好不好 勞工也不是只有青年才是勞工嘛對不對 老年也是勞工嘛對不對 我們也要照顧一下我們這些中年 你也沒失業 你跟人家賠什麼力啊 沒有啦 其實這個很棒啊 好 OK 那有記者朋友有什麼疑問嗎 有什麼要問我 來 請 他們是之前的要先訓練多久才來上課 訓練多久 都沒有訓練啊 我可以調查一下 第一次他取到這樣子的 就是你之前並沒有做這一方面的起舉手 一半以上都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對 那他們以前做的跟我們現在在上的也都不一樣 對 不太一樣 我給他們的課程其實很簡單 我們並沒有一直在講課 老師沒有一直在這裡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我們只有讓他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給我做出來 然後別只啪 沒有啦 開玩笑 我們很特別的就是用Facebook管理 我們Facebook開了兩個社團 一個社團就是數位音樂創作 另外一個社團就是影像配樂 可是我們是秘密的 不公開就是只有對內 我們每一個學員做完每一個作品 就是剛剛學弟的包裹你看到12小節 就是我們第一堂課教 他們一堂課之後就交12小節的作業 就交上去 然後呢他們每一個人交上去呢 慢慢來慢慢來 媒體朋友要 對 12小節交完之後 他們就把作業每一個學員都丟上去 那我們彼此互相不是只有老師改作業 是學員也要去改學員的作業 對 那12小節之後我們就進入到24小節 他們的功課就拉長了 我們當然會去講其成轉合 講五個主旋 主律動 副律動 主旋律 還有那個過門 還有配頂 秤底音 我們就一個一個的課程就會一直講進來 然後他們越做了那就越多 教到52小節甚至編曲達人 那在這三個功課做完之後呢 我們教他們錄音 他們就自己要錄電台廣播節目 所以下個禮拜我們會有五個電台 五個魔法電台 有一個電台叫QQ電台 QQ電台是他 對 QQ 然後JJ 因為他叫朱立傑 他那個他就用教我姐姐 對 他有電台幫他自己的音樂作品 然後我們還有第三台 第四台mix起來的他們的 叫做Just Free的 Just Free小數電台 對 他們兩個合起來的一個電台 那我們最後的兩個電台 有一個電台是那個 阿貓阿狗 阿貓阿狗電台 他是要宣揚那個不要 就是那個流浪狗流浪貓 然後他自己在電台裡面還會拿電吉他 他剛剛彈電費 木吉他 木吉他有沒有改啊 有 木吉他 他會自己solo 在電台節目裡面solo 所以他是阿貓阿狗電台 那我們最後有一個電台叫KIMU電台 KIMU其實是在數位內容中心的一個社群 就是高雄獨立開發的就是開發APP的一個社群 那他們每一年年初都會辦一個叫GGJ Global Game Jam Global Game Jam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已經辦過一次我也有參加 我們當天也會發表我們當時爆竿 48小時創作出來的一款遊戲 叫做Doki Doki 我們會試玩給大家看 然後那個KIMU這邊的社群就是協助辦理這些開發者的人 把它集結起來的 這是很新很新的 在去年12月才成立的 然後那個Global Game Jam在1月份明年1月 也要在數位內容中心辦 所以我們也等於是宣揚這些數位內容給市民廣 所以他的那個叫KIMU電台豆腐電丸通 因為他叫Dofi 所以他的那個節目叫豆腐電丸通 所以最後他有一個電台就是他發表 然後我們就會把去年 今年初做出來的一款遊戲現場秀出來 我要給大家看一場子 對 所以其實我們的學員呢 他們結訓之後並不是要去上班 不是像前面兩期就是去熱身上班打卡然後畫 我們的學員叫做SOHO工作族 他們學會了這個技能 他們以後要做什麼 都是他們自己可以爭取跟可以決定 在這裡面我們的謝竹瑄 在我們的培訓當中 他已經找到一個跟這個相關的工作 而且他丟履歷的時候就是丟我們上課所用 做出來的作品 然後他被錄取了 所以他已經是還沒結業就找到工作 來就掌聲鼓鼓鼓鼓鼓 對 所以我們的電台節目電台廣播節目 就是每一個人做大概五分鐘 下個禮拜大概三分鐘左右的長度 就是示範一下 就是他們學會了做音樂以外 他們學會錄音 然後怎麼樣去安排一個廣播節目的 Opening跟Ending 還有中間怎麼鋪陳 那我們11月的課程就是到這裡 那到12月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進入那個影像配樂 跟廣告配樂 那這當中我們有給學生習做那個可口可樂 我們就是把可口可樂 那個是我們不會侵權 因為我們這個也不做商用 我們只是把他的聲音mute掉 然後我們就讓學員自由的去做 那有兩三位學員已經做出來 我覺得我自己是讓我們的學員做出來的 那個廣告配樂跟音效配樂 在那個影片裡面 如果我是可口可樂公司老闆 我會用我們學員 我真的不概念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的節目會玩一個梗 就是我們會讓觀眾票選 我們都不講哪一個是原版 哪一個是學生做的 我們會把三個版本的可口可樂 播出來之後呢 播出來之後我們讓觀眾票選 如果你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老闆 請問你會選哪一個作為你的公司的廣告 對我們是要讓就是四名朋友參與 就觀眾能夠參與我們的這個演出 對所以也會有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廣告配樂 然後呢音效故事 我們當我們 我們教那個學員知道那個音效 我們給他們一些音效素材之後 我們要求學員呢 不要透過講話 不要透過字幕 你把音效做進來 看看我們聽到的人 能不能知道你在講述的是哪一個故事 所以這是非常有想像力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學員呢 就會去做暗夜的感覺 然後什麼在 反正你在畫面就會出來 你聽到聲音 你眼睛閉起來 雖然你沒有看到畫面 雖然你沒有字幕 也沒有黃白 可是呢 你還是可以 你還是可以 感覺到那個 音效的故事的劇情 OK 然後除此之外呢 這個他們都有交在我們那個 Facebook上面 還有數位相本的音樂作品 像那個 我們說的那個女人相 流浪者獨白那個 我們就是用那個 我們的攝影班的相片來做的 就是把 我是鼓勵他們就是說 比如說你自己有小孩 你也可以把小孩的相片 整理起來 或是你的親朋好友結婚 當然現在很多婚紗公司都在做這件事 可是婚紗公司做的 都是沒感情 為什麼 因為他是公版嘛 你結婚也是這樣 他結婚也是這樣 沒有情感的 可是如果你自己會做這些的話 你幫你自己的親朋好友做 是有情感 因為你懂他 你了解他 你跟他一起共識過 或是一起相處過 生活過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 是會不一樣的 不管是你要幫自己做 或是你要把它做為商用的 就是你要幫別人來設計 也是很好的 數位音樂相本作品 然後呢 我們還有 OBIT 這個OBIT呢 其實是我們Easy Player公司 我們今年TOKYO Game Show 在九月 今年九月份 我們到東京電玩展參展的 一款音樂節奏遊戲 那其實我們是 鼓勵我們的學員們 所有的作品 把它丟上來 就是他們做好的作品 丟上來到 我們的遊戲會放到App Store 就是iOS的那個行動裝飾 那玩家下載的時候是不用錢 裡面也有幾首歌 是我們Lock老師 我 還有一些四五首Demo曲 是不用錢 所以下載那個遊戲不用錢 但是我們背後 會有一個音樂商城 音樂商店 那那個音樂商店 我們就鼓勵我們的學員 把他們自己做的音樂 隨時隨地 經過我們的編輯器 編輯成一個節奏遊戲 放上去那個音樂商城 那個就要付費了 就是玩家他聽到30秒的音樂 他覺得很喜歡 他想玩你的音樂的節奏 那他就把他付費download 可能是0.99 就是美元 0.99美元 大概就是30塊 很少對不對 而且蘋果公司要抽10塊 我們公司不是抽 就是我們製作這個遊戲的成本 那那個開就是製作音樂的 他只拿到10塊 10塊很少對不對 不好意思 他不是只有在台灣買 他是open出來給全世界 所以是沒有時空限制 無國界的 所以我們學員的作品 只要你做出來 有時候你要紅 你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不見得說一定很好聽 才受玩家歡迎 玩家的品位是千七百塊的 有時候我們覺得 不怎麼樣嘛 可是他是賺大錢 所以我們就不要限制自己 反正你努力做 趕快做 丟上去 你就讓這個 那個市場來 機制來決定你自己的作品 所以呢 我們是鼓勵 學員呢 不斷的創作 那他們就不是去打卡上班的方式了 這個跟各位解釋一下 奇怪 怎麼講一個問題 我講過多了 最後一個問題 好 你怎麼最後一個 那別人要怎麼辦 這個課程是選修還是全部都有上到 還選修咧 這個 全部都上到啊 不然你問他 來快點 我發誓這都有上到 但是我不一定有做到 哈哈哈 是真的 我們每個都有上到 基本上到電台之前 通通有做 每一個都有做 我發誓 但是之後就有一點亂掉了 就是有的有做 有的沒做 為什麼 因為要你們要來採訪 我們要準備給你看 然後因為要發表會 所以我們 最後的焦點 有點focus到哪裡去了 就是這個發表會在準備 這個我也有跟學員說很抱歉 我本來發表會的設定 是我們對內 那對內就你懂我 我懂你 我們自己知道就好了 可是今天你要站到外面去 給市民 讓市民知道 你在做什麼 拍誰 就不能用我們原來的方式 所以因此我們的課程 有稍微受到一點影響 以至於我們的學員 並沒有每一樣都做到最後的影像 配樂 那他們就變成只做 focus在我們要表演的那個項目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做同樣的事 那這個分組都是自然形成的 都不是老師分配 我發誓絕對不是我拿著講的 對 真的是他們自己揪 就在我們的Facebook裡面自己揪團 揪揪揪 揪錯頻道 逃位啦 揪會樂器的人 揪會唱歌的一起唱這樣子 對 所以當天的節目是絕對精彩得起 因為我們三位老師也聊下去了 我們三位老師也都有表演 對 所以一定很精彩 保證很精彩 不精彩 請你們吃夜市嗎 不然這樣 很精彩 很精彩 我從小大概四五歲 開始學武演鋼琴 那後來我放棄了 為什麼 有一天我聽到我爸爸說一句話 因為那時候每次上鋼琴課 我人就消失 我會躲起來 我爸爸跟我媽媽講一句話 我印象很深 那時候我才五歲 這個小孩 不是學音樂的料 那後來呢 我進入到大專之後 莫名其妙 我自己跑去組樂團 然後一開始玩民謠吉他 後來彈bass 然後又回到彈kipo 這個就變直琴 那最後呢 我轉折最大 是因為我們樂團 那時候我組bam 那樂團的主唱 突然間沒有唱 他受到挫折 有些標高音 例如說 因為學生時代 剛開始學唱歌 每個人可能就是會的技巧 可能就沒有像 我們現在資訊比較多 現在小孩子資訊多 以前沒有 以前要學唱歌是非常艱難的 可能你要找對老師 你要自己有天分 那到後來呢 我發覺我自己會唱歌 是因為在電團室沒有主唱的時候 我們團長規定 吉他手 bass手 keyboard手 每個人前面都要擺一支麥克風 然後演奏的同時 大家都要出聲音 他很厲害 他會突然間把你 把吉他你的聲音 剩下你的 他會知道你有沒有唱 那後來是因為我唱 那時候唱歌 被他聽到說 你來彈琴太浪費了 你來當 vocal 那後來我進入當 vocal 其實我遇到挫折了 我記得我印象最深 我第一場表演 在樹德 在樹德 那時候第一次唱歌 我是看地板 不敢看大家 我看著地板唱完整首歌 那到後來呢 隨著時間的經過 我累積到現在 我歌唱經驗超過二十年了 我以前也是在愛河 在各大 pub 駐唱 然後駐唱經驗非常久 那其實我也認識很多 玩音樂 像高雄一些比較資深的 一些音樂老師 我們都有交情 那後來他們就覺得說 欸 你也不要臉 為什麼 我一站上台 我只要拿到 mic 我聽到歌 你不要跟我講key 我自己聽就會對key 我大概聽一兩個音 就可以對key了 那而且像剛才我們學演 有跟我聊天說 為什麼我 就是平常表演的時候 可能講話跟唱歌聲音不一樣 像我本身 我可以躺來講 因為我 後來有幾年工作在 pub 我是當DJ 我後來有學DJ的東西 我DJ做了快十年了 那後來學DJ之後 其實在夜店 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習性 就是會沾染上抽煙跟喝酒 這是一定的 為什麼那種環境 就是大家都一樣 你會被影響 那其實很多學演師 現在看到我 休息時間會在樓下抽煙 他們說老師 那你唱歌你原來抽這麼重 尤其有去酒吧找過我的 因為我現在還在當DJ 然後看到我這樣子 我說你這樣聲音都不用保養 我說其實唱歌 一方面是天分之外 一方面是你要靠自己的技巧 氣的控制 像我講的最簡單的 很多我們一些男生朋友 喜歡唱信樂團的歌 那我看到很多人 像我前上禮拜 我辦的一場歌唱比賽 我自己辦的 在我朋友的店 參賽者非常多 其中就有兩位 你問他們真的 我們學演就有兩位去參賽 那那一場非常大的一場比賽 30個人 我看很多人唱歌唱的面 例如我們講信樂團的歌 像那個天高地後大家很愛唱 天高地後信樂團的歌 到副歌的那一段 其實一開始很多人就會出力 像有些人一開始唱歌就是 你累了沒有 好像要他的命 一樣就是一直在出力 其實我跟大家講 有些歌是你前面你要保留實力 這一首歌啦 我講天高地後 最重點是在副歌的部分 像就那一句歌 想飛到我的最高 最遠 最殺痛 你這個力氣要留在這個地方用 你不能一開始就開始唱 你一開始就唱的話 你聲音就不見了 就是你到後來 你會沒有氣淚拖 那其實我覺得聽眾 聽歌聽重點 像我我學東西 我就學重點 我學過Keyboard 我學過吉他 我學過Bass 學過DC 學過歌唱 但是我有一兩樣 我坦白講沒有很精 我後來比較專精 是專精在就是可能 電腦編曲這一方面 就是一些我們樂器的配置 編曲的一些曲式 然後還有自己一些 可能就是要作曲的一些技巧 因為我聽了 我涉獵的東西非常多 包括像從以前 剛開始做DJ的時候 其實我坦白講 我只聽搖滾樂 我玩搖滾 那後來也聽眾金術 那後來是因為我當DJ 我發覺到當一個DJ 其實不能只懂 Rock and Roll 跟Metal 因為你要去 怎麼講 滿足現場所有客人 所以我後來去聽西芭 聽Techno 聽Chance 聽Jazz 聽Blues 聽Country 我就開始涉獵不一樣的東西 那到現在呢 其實我現在累積起來 我朋友 都說我真的 在音樂方面 我就像一本國字點名 有時候點歌 你講不出歌名 你哼一兩句就好 我可以馬上很快的Search 然後把歌找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怎麼講 日期月累得來的東西 所以很多學員 他們說 為什麼很多東西 他們要想半天 就是會找半天 我們會找比較快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 已經習慣這個東西了 對 好 那這個就是我 怎麼講 我的一些經過 但是我最主要有一句話 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一期的課程 第一個要感謝我們現場的學員 大家都非常配合 而且非常尊重 我們教師團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在一開始大家還不熟的過程中 到現在慢慢互動 希望很多朋友 我們在一起 會已經變成有一個 向心力了 那我希望說 結訊之後呢 大家不要失去聯絡 其實還是可以繼續 就是保持一個 一個聯絡 包括說你在創作上 有什麼問題 在軟體上使用 有什麼問題 還是一樣可以在Facebook上 我們做聯繫 那更希望呢 是以後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可以再開一些 更進階的課程 因為我們這個畢竟 它算蠻緊密的 然後是一個 比較 初階的課程 希望以後可以開晉級關 然後呢 也有機會 再看到現場的各位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